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想事件 我是張凱英 一群平均年齡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合力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他們全部都是電影素人 卻拍成了劇情長片《時下暴力》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導演廖哲義與演員呂民謠為我們分享 首先為大家介紹的導演廖哲義 哲義好 哈囉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們《時下暴力》的男主角呂民謠 民謠好 大家好 哲義一九八七年生的 所以哲義成立了一九八七工作室 跟我們說《時下暴力》是你們一群六十幾個 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所拍的電影 為什麼這麼有志氣 自己決定創造機會拍《時下暴力》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就會覺得說 當時怎麼這麼有膽啦 其實真的回想看會覺得有點這種感覺 至於為什麼要成立一個團隊跟拍這個電影 其實在於 比較像我本身啦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是台大戲劇系畢業的 就是他 我們兩個都同學 對 就台大戲劇系畢業之後 進到一間戲劇製作公司 跟拍的幾齣偶像劇裡面 看到了一些我覺得 並不是我理想的那個狀態 就譬如說 很多次開會 然後因為像我的工作 是當擔任執行製作嘛 那執行製作的工作其實就是 幫助協助製作人在開會的時候 去統整各個每個導演 或是輔導大家的開會 統籌的細節 跟製作PowerPoint 那同時也是會提供像Casting那種 就假設你這邊有很不錯的人選 不錯的場地 不錯的設計 你都可以整理成一份文件 去Promote這些人 讓這個劇組可以看見他 然後因為我是戲劇系的 然後我也是台大熱舞社的 所以其實身邊有非常非常多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很厲害的朋友們 所以那時候我們拍偶像劇的內容 剛好有需要要歌舞的人才 我那時候就整理了 譬如說一系列我身邊的演員 包括民謠 那時候也是我整理的list之一 然後我就打算上去提案跟他們說 我覺得他很適合什麼角色 什麼角色 但是對方往往會 可能還沒有聽的時候就會 他們說這個絕對不行 這不行 所以其實我當下並不是憤怒 覺得說你們這些人怎麼這樣 而是覺得很挫折 就是那我到底還能夠做些什麼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們絕對還是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也相信這些長輩 並不是惡意的說不行 因為你知道拍攝的劇組 其實時間都很趕 然後大家習慣工作的也都是 其實他們身邊已經有內一輩的一個組織網的合作的工作人員 所以這件事我都是可以理解 只是我覺得很挫折說 到底我還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才可以讓這些這麼厲害的朋友們 可以被大家看見呢 所以我覺得這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動機 那時候就是買藏在心裡想要來做一個這樣子的團隊吧 那時候因為我們公司在大陸那邊 其實也有兩三間的分公司 然後都跟電視台合作這樣 然後我就被抓去約談 然後約談的點是他們希望在我做完這兩個project之後 就把我抓去大陸那邊做那邊的知性製作啦 那他們的說法是因為那邊其實的薪資是台灣的三到四倍的價錢 其實相對的很高 然後他覺得台灣的環境其實現在市場越來越差 他說我有去那邊可能我才有辦法達到我個人 很想要在三十歲就變成一個可能厲害的節目製作人 或是戲劇製作人的一個目標 但我當下完全沒有那種興奮的感覺 而是覺得更失望或是 好像很難講出一個具體的形容詞來形容當時的心情 但反正就是很沮喪吧 所以就變得是那時候很晚的回家走在路上 然後就在想到底要怎麼辦 難道我真的要去那邊就是工作嗎 難道我就是要去那邊擔任他們執行的人嗎 那這樣我成就的到底是 一直以來孕育我的這個地方 還是我真的是要為了養活我自己 滿足我自身利益的需求 更可能我可以達到更高的地位 而去那邊做這個選擇呢 所以我是很鬱悶的 這件事情其實我第一個想到就是興隆 他就是我們這個電影的另外一個導演 這樣 然後也是我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大學的時候認識一起跳舞 一起玩社團 然後到現在這樣 我就找他馬上聊聊一聊這件事情 結果我沒想到聊完 他忽然就跟我說 那我們幹嘛不在一起做一個很大的事情呢 然後我就忽然覺得說 欸 多大 要多大 然後就想說是短片嗎 人生劇展嗎 還是什麼 他就說拍電影 我想拍電影 當下就覺得說怎麼可能 但是就是馬上就一個衝擊說 好 來 這樣 所以我們真的是當天就開始去擬定一個 就是像個戰略圖的計畫 就我們把一個電影可能需要的職責 但其實我們真的都不懂 我們只有大學的時候一起拍過 譬如說一些片子 然後接過一些案子 但是實地電影要怎麼拍 我們真的完全不知道 然後我們只知道就是大概猜想好像需要像副導啊 好像需要場景 好像美術設計這些人 然後一個一個列出來 那這些人其實也都是長期以來 我們大學高中或新榮高中合作的戰友們 然後我們就真的是花時間 就是打電話說 欸 要不要吃個飯 有事情要跟你講 然後就一個個出來 一個聊一個聊 然後把這個遇到的困難跟問題 想要改變的事情 跟想要拍史亞伯利這部電影 那時候大概的題材跟方向 跟他們分享 然後我覺得很幸運的是 就是好像大家真的有一股傻勁欸 就是會覺得說好像很猛 然後做這件事情 現在也不做就來不及了 對 然後大家覺得好衝衝 就這樣子 然後就30幾個人 一開始最核心的團隊就拉起來了 跟我們有類似想法的人 就自動會找上我們 所以才有辦法在真的拍攝的時候 變成一個這麼大的group 然後來一起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這個團隊 其實核心的團隊 大家都是在各自自由領域 都是很優秀的人嘛 對 都是很優秀的 但是拍電影實在是太困難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哲義好像時下暴力 重拍了三分之二的場景 對 還有資金的部分 就因為重拍 所以燒完了 所以還做了很多後續的努力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資金要怎麼找 因為其實像第一波的 那時候的資金 其實我也是有所規劃 就算是大部分是我 那時候把原本要出國的讀書基金給戒掉 然後存下一筆錢 然後剩下就是團隊的大家 就投資心力跟自己的錢進來到這個公司裡面 那其實包含我們的演員也是 因為我們演員這時候也算是半投資 就是真的我們也給不起他們實質 應該要拿的配這樣狀況 然後就湊齊了第一筆錢 大概350幾萬 那350幾萬其實我們還拆了大概 可能那時候八十一百多萬的 是要給後續行銷用的 所以其實我們實質拍攝只有兩百多萬 但那時候其實我們對這個東西 也沒有太大的概念 就覺得說這樣好像就夠拍了 但前提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沒有拿人事的配 就是大家其實都是投資自己的行李 還丟錢 有些人丟錢進來這樣 然後拍了第一個版本的石下保利 然後其實那時候看完 大家就會覺得說 就真的不行 就是覺得真的是 哪裡不行 就是覺得 就是這根本不是 可以稱得上是電影的東西 就是不知道是什麼 很多東西都很不細膩 然後是 就還是粗糙的 然後第一次拍完的時候 的確我們真的沒有做好 這樣沒有做到 我們真的可以做到的程度 然後那時候有一些朋友 也是講說 好啦對啦就算了這樣 大家可能就還不夠 隔拍一部片這樣 那其實那時候聽完 你就會覺得更沮喪 然後加上本身就是那種 可能有種反骨的血液又在沸騰去的時候 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只能做成這樣 不可能只是這樣 對 所以就在把大家就是在問說 好 我們雖然現在 那時候好像是十月底 然後我們是預計 今年的十一月要上線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真的要 再補拍的話 我們一定要在一月中的時間 一月中之前 把所有東西搞定 但是我們第一次拍攝的時候 是從 2012年的十二月開始用到了七月 真正 大概七八個月的時間 才把東西用完 現在要要求大家在不到兩個半月的時間 把其他東西用完 大家很多都覺得是不可能的任務 所以其實那時候有一些團員 會覺得 可能這件事情真的不會work 所以就先離開 但是也因為了這樣 我們有了更多心血進來 會覺得說 不行我們都做 就要把它做到更好 所以大家那時候真的是 每日每夜的 就是重新把劇本 從第七版寫到二十二版定稿 然後給了陳博恩老師看 就是那個海角七號的簡潔師博恩老師 然後 大大看完 然後跟我說 好他覺得可以拍了 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那當下那感動 你真的是 無法無法言喻 然後才能夠 最後一月的時候 把我們新版的十二暴力 聖牙三分子拍完 但是也因為如此 就是我們把原本行銷的費用 全部都拿來補拍了 所以後面行銷組的人 就覺得說 現在錢怎麼辦 所以我們後來才會上 那個翻譯的募資平台 然後希望透過大家的力量 真的能夠讓我們的 作品可以辦看見 那我也非常感動 很開心就是大家其實 很快我們就募滿了 而且還超標 然後讓我們的影片 最後有千猴子發行 然後讓我們可以順利 現在十一月二十一號 準備要進到十一月二十一號 我說要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就有一個業界 其實真的算很資深的製片 他其實就有講說就是 哲義這件事情 真的不是百分之一百或是失敗 是百分之一百二十 所以兩位其實都是戲劇系的學生嘛 所以這次十下暴力 其實是結合了舞台劇跟電影的形式 為什麼選用劇場這個形式 對我來說一開始我並沒有絕對說 我就是要用劇場 而是在於我當時看到了 融入這個劇本 然後我覺得這個劇本 跟我們想要探討議題 其實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融入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發展在一個 十七世紀的 女巫獵殺的背景的時代 那我們現在的人 看到那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會在想說 怎麼可能要相信有什麼女巫啊 然後還因為就是一群 假扮成女巫的少女 講說某個證明對她下咒 法官就把那些證明全部都處死 就這件事情其實現在看起來 是多麼的荒謬 但是當你反思 其實現在台灣 或是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 發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 難道一百年後 或是五十年後 或是幾百年後的 那時候的人 看到我們現在在發生的事情 搞不好也會覺得一樣荒謬 但我們現在卻身處在其中 所以才會想要把它改 取材融入 改編成一個現代版本的故事 然後讓兩個故事交錯敘事 讓它變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但那時候也一直在想說 到底我要怎麼樣可以去突現 我剛剛講的這件事情 就是突現 我看到那個故事的荒謬 去暗示 搞不好我們現在在發生的事情 也是這麼暗謬 也是荒謬也是假的 我就覺得說 那不如我們就選擇一個 最不可能放在影像上面的形式 那就是劇場 那何不我們就把這個形式 放到影像上面 讓這個東西玩得更大呢 讓觀眾一看就可以知道 用一個比較抽離的方式 後攝的方式去看 這個故事發生的事件 卻在現實的故事 讓他們真的實體的 去進到那個狀況 有影像正常 就是快速的剪接 然後每個角色有特寫什麼什麼 一般的影像敘事的方式 讓他們來回交錯 在試圖嘗試 這樣可能在最後面的時候 大家才能夠自動聯想說 第一個 原來這兩個故事 是在講同一件事情 原來我就這麼抽離 在看這樣的故事 在現在一直在發生 所以才闡述了我們最想要 探討議題 跟這部電影的片名來源 就是其實從古至今 每個時間點下 都在發生暴力這件事情 對 民謠之前都是一直在 與台南人劇團合作 這是第一次登上大螢幕 擔任男主角 這個《時刻暴力》 算是我第一個電影長片 然後我在裡面演的角色是 他叫理論化 然後是主要的一個敘事者 就是拍攝的角度主要是 主要是從他的角度出發這樣 然後其實這個角色跟我滿不像的 因為我的高中生活沒有這麼的慘淡 國中高中生都會有一種尋求自我認同的一個階段 大部分人都發生在這個時候 那這個角色尤其是 只是他更慘的是 他不知道自己的才華在哪邊 然後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這個角色他反而比較被動 他必須他被所有的事情給影響 所有人的決定 他都會覺得好像可以 好啊你有想過那我們就去做 這種所以他反而成了一個 我們會說不知責無罪 但他反而成為最大的 最大的敗因反而在他身上 對然後他不斷的被劇情裡面 大家每個人都有一些惡意 壞的不好的那個意念 然後他會被這些意念 因為他無法分辨好壞 所以他就不斷的被推動 然後可能某種程度上成了幫槍做事的人 因為他不說 所以變成整件事情無法推展 蠻懦弱蠻可憐 所以你覺得要進入這個角色很困難嗎 要演一個高中生的角色困不困難 就我自己的話 我是從劇本裡面去看 這個劇本已經寫成了 編劇或者是導演 或是所有人看這個本 都一定會有他自己的想像 所以我無法達到導演的想像 我無法達到編劇的想像 但是我有自己的想像力 我可以靠自己去做這個角色 所以基本上我切入的角度 都是尋求我跟角色共同的目標 這個角色他想得到某些東西 那我夠了解這個角色嗎 我知道他想要什麼嗎 那如果我了解了他想要了解的事情 我覺得在接近角色上 就會比較沒有障礙 然後像以前那時候大學的時候 演哲義的那個烈男俱樂部 真的是也是非常的折騰 因為舞台劇是一個 跟電影非常不一樣的東西 他的觀眾群不一樣 對 然後舞台劇非常講究當下 今天看完之後 你明天再來看 其實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變成說 呃 在呈現的方式啊 或是 呃 角色詮釋 或是當下 觀眾對你的感覺 你都必須在台上馬上做調整 但是影像不一樣 影像是 呃 我在這裡演出 然後 我的周圍都是真的造景 可是 在我的正前方 有一群工作人員 在看著你表演 然後 會有一個很隆重的 就是 Action 好 開始演 演完之後還不能停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停 然後導演會決定就是 卡 對 然後就想說 啊 啊 這樣說 不能有放鬆的時候 對 因為在拍 那時候拍了 就是講說拍了一次跟兩次 在第一次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都是露線的 就是想說 哈哈 這個劇本 這句寫到這裡嗎 我就講完這樣 你為什麼這樣對我 怎麼還沒有喊卡 哈哈哈哈 就這樣 變成說 我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就是去看的時候 就想說 是不是這裡會不會撿進去啊 就一直跟廖哲也講說 你這裡會不會撿進去 我後面沒有在演 沒有在演 所以不能喔 這樣子 然後廖哲也就說 沒關係沒關係 這個又可以解決這樣子 對 在劇場的話 其實你知道有的人 如果坐在石牌之後的話 他可能會看不太清楚 演員的表情 所以你會盡可能的 比較肢體啊 或是表情會做的大一點 演電影呢 你覺得會有需要修正嗎 表演內心的這方面 角色內心這方面是 毫無二致的 是沒有不同的 沒有不同 對就是 我們一樣都必須找到 最真實的那個部分 然後由這個中心點 擴散到你全身 擴散到這個環境 擴散到整個觀眾席 影響觀眾 那我覺得對於電影的話 就是影響鏡頭 我影響鏡頭 就可以影響鏡頭 後面的那一群人 對 那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 被影響的東西 觸動的東西 絕對會是不一樣 對 但是如果講到技巧的話 那我覺得那相差是天差地別 電影技巧跟舞台技巧 這是完全可以分開來討論的事情 像剛剛主持人有提到就是 10拍以後 對像比如說在國家劇院 到14拍 2樓 3樓 甚至4樓 他們要怎麼看到你的表演 它是非常技巧性的 我需要再講一句台詞的時候 比如說跟哲也在講話 但是我需要開這個面向 來給觀眾講 讓觀眾看到我表現出來的這個台詞 或是我的情緒 然後我的動作可能得放大 我們不會說誇張 但是我們會說放大 對 就是從這裡延伸出來放大這件事情 我需要有肢體 更多更多的肢體表現 甚至是與我的聲音也要不一樣 對 因為到3樓4樓的時候 通常都會帶麥 我們的聲音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延展性 更多的可以玩的事情 所以在這方面 反而不能夠就是只是單純的表演 但是電影的話就不一樣 就是他們常常會覺得說 就是工作人員 比如說怎麼會這麼大聲 你怎麼講話這麼大聲 就是其實不用 兩個人講話 就一個正常的場景來講的話 絕對是像現在這樣子 很小聲很小聲 就這樣說話就好 但是我很高興拍了兩次 原因是因為第一次真的是 我覺得非常好玩 然後我非常想要知道 拍電影是怎麼一回事 我想要知道 就像剛剛主持人問的 鏡頭表演跟舞台表演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次拍片的時候 感受到非常大的不一樣 但是我還來不及去改變這個情況 我算是被攻擊的片體淋傷 我說我自己的感覺不好 所以有第二次可以拍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那太好了 就是這一次 我不會再還沒喊action 就先演 對 也不會再 演到一半的時候 就是覺得有問題 就停下來 對 我會盡力的去完成這個場景 然後 我可以慢慢的 把後面這群工作人員 當作 當作什麼東西 而不是說 他們非常強烈的存在在那邊 影響到我的表演 這種 有個東西在我旁邊 這種存在感 對 算是調整蠻多的 我們都有一個創作的慾望 1987這個團隊 他們硬要讓它實現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門檻 就是想法跟付出實現的 中間的一道 一道可小可大的一個門檻 一直以來都會有很多人 給你們一些質疑 或者是有反對的聲音 你打破了哪些的那個 反對的聲浪 每一個面向都有被攻擊過 大大小小 大致譬如說 針對整個團隊的成立 或是拍電影這件事情 或是選演員這件事情 小致譬如說 選用的每一個設計的人才 或是 選擇的場景等等的 其實都有被挑剔過這樣 有幾個印象比較深刻的吧 就是一開始 當我說要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就有一個業界其實真的算很資深的製片 他其實就有講說就是 呃 欸 哲義這件事情 真的不是百分之一百會失敗 是百分之一百二十 那時候一開始有給一些業界人來看 其他不知道這個劇本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譬如說 覺得哪個角色適合現在線上哪個藝人演 但是當我拿出我希望找的男女主角跟 最主要的男女配角跟幾個演員的時候 他們每個人就是 就覺得說 你到底在想什麼 你瘋了嗎 你想要把你投下來的錢就是丟到水裡面 不想要要回來了嗎 這樣子 然後就會講很多像他們覺得 選擇劇場的人就一定是 什麼overacting啊 就是沒有這種事情不會成功的 但反反看這個現象 其實這次的金馬的很多演員的入圍名單 讓我其實非常非常的開心 包括譬如說戴藝人啊 陳湘琦或郎姐等人 其實你看 就是都是劇場背景出身的人 所以代表這件事情其實 不是錯誤的選擇 而是台灣正在做 這樣子表演類型演員的接軌 一個好的表演它只需要是 就像剛剛明耀講的 只需要去適應各種不同的媒介 它其實是可以調適得非常非常好的 跟完整的 所以我也覺得 當時的這件事情被子儀 不應該找這群演員來演 而現在看到現在的時下暴力 他們的整個成果 其實我是很滿意 而且很開心的 覺得說 對 就是當時的某些想法是對的 就是這樣做是好的 這次還是交出了很漂亮的成績單嘛 所以我想請兩位跟我們簡單說一下 你推薦大家看時下暴力的原因在哪裡 其實在整個台灣 我不敢講世界 但是台灣你絕對沒有看過的 形式或是類型的電影 就像很多影評人他們看完都說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敘事結構 和這樣的敘事方式 實在是太有趣了 我們的演員 就我真的覺得他們 幫原本很多劇本設定的角色不足 增添了非常非常大量的說服性 所以我們演員覺得很可看 然後絕對可以從我們電影裡面 看到很不一樣的表演質地 跟表演的方式 那第三個當然 我會推薦的點在 可能很多人會很多報導 其實或是新聞說 我們是一個可能年輕的素人團隊 但我相信我們的影像質感 跟整個電影結構 不會是這麼的素 所以就影像三點 我真的覺得大家真的可以進來戲院看 我們的電影史上的暴力 作為一個演員的話 其實我認為每一個創作者 在電影上比如說導演或是編劇 或者是攝影師、演員 我們都是創作者 我們都有一個創作的慾望 然後我們有些人會實現 有些人不會實現 我覺得特別的點在於 1987這個團隊他們硬要讓他實現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門檻 就是想法跟富足實現的 中間的一道可小可大的一個門檻 但我覺得他們跨過去了 所以他們利用劇場的元素 來探討暴力這個議題 他們對這個社會有感想 然後他們甚至提問 對 當然這些問題可能不是 不是觀眾care的 或者是在意的 但是有些可能是很有共鳴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大家 我會抱持一個討論的心態 我會希望說大家可以進來戲院 看這部電影 那它帶給你什麼 我們的確無法知道 我們也沒辦法定義它 但是我會希望就是可以進來看看 我們對這個社會做了什麼提問 我們看到的社會是什麼樣子 對 我會以這個角度 是 那今天非常感謝哲義跟民謠 幫我們分享時下暴力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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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